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日清晨 大部分卢西人的早餐都是从这样一碗羊肉米线开始的 在卢西的小街小巷经常能见到这样的大锅 里面炖的都是山羊肉 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羊肉米线 这种独特的地方味觉似乎让我们找到了有关卢西的坐标 而城子古村正是我们要去寻访的地方 城子古村离湖西县城不远 昨天夜里刚下了一场雨 云南九旱未雨 小雨过后有人在菜地干活 这里的房子在山上 村民从山上的房屋下来就到了菜地 古村下的这块地原来是种水稻的 大家图个方便把它改成了菜地 有需要的时候就来菜地里摘点青菜 直到我们专程来看古村 老两口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看看 这个专业有几百年了吧 有五百年了吧 有没有 两百年了 哦 这是我们家 看看咱们这个图上方里面 老两口的儿女们出外打工了 老人们带着孙子在城市古村里生活 老人说 古村的房子只有天井下最透亮 所以一般大家都喜欢在屋顶上活动 老人的孙子叫胡树明 这个腼腆的小男孩要带我们去屋顶 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是楼梯上的城堡 对于我们大街来的人而言 这个城市古村真的像个迷宫一样 但当地人不说明说 很简单 一节一节从这个人家家的屋顶往上爬 就能够到的最顶上 小心哦 你家的屋顶就是我家的露台 这样的结构理念还真有点像现代的城市花园洋房的构造 不过这样的理念在城子古村已经是几百年前就开始实现了 城子古村是土掌房结构 屋顶是用木板搭建 把泥土垂打平整而形成的平台房顶 这样的房屋结构最怕大雨 昨天夜里的一场雨让一些屋顶的平台上出现积水 虽然是农忙时节已经陆续有人家拿着工具开始上屋顶修缮了 哎大哥去你们家是怎么走啊 从下面上来是吧 在之前是家家户户的屋顶都可以相连的 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有些人家的屋顶他没有楼梯了 所以呢可能就需要从这个底下 然后从他们家大门上去了 但是在之前都是可以在屋顶上走来走去 我们的编导想看看村里的人是怎么修缮房屋的 这种用泥做成的土掌房能存在几百年之久 肯定有它的独特之处 下完雨后的城子古村 屋顶多少都会有些渗水 从山上挖来的白泥在每家都是长期备着的 一下雨这些泥就派上了用场 这个水一积多了底下去会漏雨是吧 还好咱们云南这边其实像咱们卢西这边的平常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下雨是不是也比较少啊 哦太少了 哦下雨少 因为天太干了 天太干了 但最近下雨你们也挺开心的是吧 哦大开心 你们家种了什么呀 种了什么 整个水道 整包裹 整水道 包裹 这下了雨了 然后你们这个庄下就会长得好了 来我来帮你试两下 虽然这个下雨了 然后可能大家这个房顶被雨淋湿了 然后会影响到他们这个住在里面可能会有点就是漏雨 但是呢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咱们这边呃长年干旱是吧 嗯 九旱布局然后这次下雨大家都很高兴 虽然这个房子有点漏雨 但是大家还是很高兴 明城化年间 卢西之府把府城建在了城子 所以历代在城子古村生活的人 对这里的文化传统有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 因而土长房这种建筑文化一直延续着 屋顶被淋湿了是不能上房顶的 不过高原上的阳光很烈 没过多久 晒干的屋顶上人就开始多了 中午这里有人家要办粥碎酒 土长房的屋顶是大家吃饭聚会的场所 所以这里的生活用具都是很轻便的 陶燕是一个壮族女孩 因为嫁到城子古村的遗族 也习惯了本村的文化 对于古村房屋的结构都很了解 你们这个屋顶的构造很奇怪 这个中间是家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松针 松针啊 松针它起到一个绿水的作用 然后松针下面它密密麻麻铺设的 这些内饰柴块一样的东西 当地人叫做撇子 这个撇子的作用就大多了 它起到一个粒的缓冲的作用 这个是什么木啊 是粒术或者是松木一般的 因为这个松木的耐辅能力是达到一两百年 粒术的耐辅能力可以达到五六百年 一般它就用这两种这两种这个材料 所以它这个有几层 上面是白泥 白泥这个地方是叫做土锅圈 土锅圈 土锅圈这下面再是松枝 松枝下面又是这个撇子 然后这个是船子 然后整个古村呢 它都是以土墙来作为沉重 土墙的厚度呢 可以达到六十公分到一米以上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房屋呢 它是东满夏凉的 整个城子古村都是用土墙搭建的 据说制作土砖费时费力 一块土砖的成本 要比普通的红砖高出很多 虽然如此 古村的人们在修缮房屋的时候 依旧用的是土砖 一座楼梯上的城堡 不用太费劲 就可以像武侠小说中的高手 飞檐走壁 这是一个五百年的村庄 土掌房搭建了一个室外桃源 它是防御的城堡 也是生活的乐园 存放枪支的通道 变成了储存粮食的工具 孩子满周岁 抓周吃苦瞧 外加生吃三年的老火腿 敬请收看 楼梯上的城堡 好可爱哦 孩子满周岁 她的奶奶以及姑姑 都要亲自准备代课的食物 姐姐来了 还要拿几个吧 好的 我拿几个 好行 我发现咱们这个 城子古村的这个 人非常的聪明 看这是一个天然的 储存粮食的一个 容器 当地人把它叫做是围子 据说他们就是 拖完这个粒之后 然后把这个是直接就 通过 一个什么东西啊 类似于通风口 通风口 通风口 如果不把那个石块揭开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 他们这个古地是从哪个地方 然后进入到他们的房间的 据说要想了解这家人的经济状况 看他家屋顶上围子的多少 就能够了解个大概了 过去的年代里 如果有人家把女儿嫁到这个村 他们都会在秋天的时候 来数屋顶上的围子 围子多的人家 肯定吃是不愁的 它每个屋顶上的这个通道 是放的粮食不一样 是吗 对 这个是专门用来放玉米的 放玉米的 然后那边用来放这个 倒肚的 哦 这里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接着呀 有有有 用个盘或者用个带 那就直接这样子 把这个翻过来 这个作为一个漏斗 哦这样啊 这样它就会跑掉 跑它也是在这个 哦太聪明了 就直接倒就行了是吧 对要迎着风 然后它的杂质就吹朝一边 我来也学一学咱们这个 啊天呐 不好意思 你头上下雪了 放下雪了 放下雪了 放在哪边 你别管了 你只要倒下雪了 别管了 你要倒 高一点 高一点 倒就行了 不要 直接倒一点 哦直接倒是吧 抬高一点 对抬高一点 然后它杂质就吹朝一边 现在有风了 你放它 你看它那个灰尘就吹 往粮仓里面倒粮食 对于橙子古村的人而言 是个熟练工种 孩子的奶奶李琼 手脚麻利的 把玉米倒进了粮仓里 500年前 橙子古村建成的时候 为了防御外来侵犯 这个通道是用来运送武器的 历史变迁 聪明的村里人 如今把它当成了运送粮食的绝佳工具 好可爱哦 今天是咱们遗族的这个小姑娘 满周岁 对不对 这个奶奶你看她 平平要把这个帽子给抓下来 是不是她平常没戴是吧 是今天周岁才给她戴起来 哦 这是平常用的这个兜兜是吧 孩子今天满周岁 她戴的虎头帽 在他们家族已经戴过两倍了 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了 爷爷和奶奶带着她 今天来的人都是亲戚朋友 有两株的韭菜 橙子村的人 请客都习惯上屋顶 和其他民族一样 小孩的周岁九之前 先要孩子抓丘 哎我问一下 这个算盘咱们在这就是 拿了算盘就是经商是吧 对 做生意 对 拿了这个钱呢 就是 先抓经纪 后抓学习 然后那个印章呢 蛋挂 那个秤是呢 做生意 那这个和那个都是做生意 没区别是吧 这个是算盘 这个是做生意 哎呀 小孩子的姑姑和姨妈 舅舅都来了 古村最早是遗族人居住多 其中遗族中的一只大白蚁 占了很大一部分 如今小白蚁和壮族 也有一些 这个家庭的成员 是三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 借着孩子过周岁 大家也一起热闹一下 从厨房做好的饭菜 必须要上两道梯子 才能到达屋顶 对于村里人而言 上楼梯传菜 已经成了一种乐趣 来 尝尝 这么这么多的调料 这是那个啊 我知道这个是薄荷吧 对 这是薄荷 好 也可以尝一下 这是最有名的那个水豆豉 水豆豉啊 对 谢谢 这样烤着吃的洋芋可好吃了 对 我们农村都喜欢烤着吃 特别说有火气烤上来 那就比较香一些 我发现一出太阳了 这个屋顶上人就多了 我们这边呢 特别是晚上 聚集许多人呢 就在这个地方呢 就晨凉 聊天 尹丽是古村长大的一族姑娘 她教我们编导怎么吃土豆 也就是当地所说的洋芋 这里的烤洋芋 有十多种调料 怎么吃也吃不腻 吃过了这种饭茄小零食 正餐就开始上桌了 孩子的奶奶李琼 是村里的金嗓子 在称子古村 孩子周岁这一天 只要是来的客人 都要吃一种 叫做苦桥巴的当地特色 这个呢 在我们地方呢 是这个叫苦桥做的这个巴巴 然后呢 是要抹上蜂蜜以后才能吃 要不然的话呢 比较苦 像药也难以下咽 所以要抹上蜂蜜 好 你尝一块 有点苦吃吧 对 有点苦 不加蜂蜜的话呢 真的难以下咽是吧 这吃起来感觉苦中有甜 是的 所以呢 就代表孩子长大以后呢 生活虽然辛苦 但是 其实呢 他也是非常的幸福 美满跟甜蜜 孩子满周岁 来的都是亲戚 大家高兴 喝酒是免不了的 但是大家通常都找孩子的爷爷 会多灌他三两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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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有点好 而且在这满桌各种各样的菜中间 也会挑生火腿肉给爷爷吃 据说 卢西的火腿很有名 腌了三年的火腿 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我捏快下跌 你 我这练着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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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泡 вд 它总那么切 小怪 中午的太阳有点烈 吃完了就要收拾进屋 刚才抛上屋顶的桌椅板凳 直接又被大家抛回了楼下 古村的生活节奏缓慢 中午时分有光定的男孩 在门口的小河沟里抓鱼 他们没有电子设备 生活方式和城里的孩子是两种概念 这种融入自然的快乐是独一份的 对于本地人而言 能够驾到城子古村是件比较体面的事情 城子古村历史久远 从遗存下来的将军地和吐司府 我们都能感受到它过去的辉煌 在这里最能体现遗憾风格融合的建筑 就属将军地了 在明代的我们当时实行的一个土官制 由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来统治一方 后来因为这个土官制不利于民族的团结 到清朝的时候就逐渐废除了这个土官制 实行改土归流的这个政策 就有了大量的流放的一个官员进来 流放的官员 流放的官员 这部分人都是汉族 所以就形成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遗憾结合的建筑人士 那实际上这是当时流放的官员带过来的一种 他们的一个住宅的文化是吧 在庐西很多村子都有自己的龙山 城子古村也不例外 每年的春季过后 村上人都会到自己的龙山上祈福 久汉未雨的庐西 昨天下了一夜的雨 大家都很兴奋 这天下午 村里的人们聚集到了龙山 继续祈福 这是他们千百年来一直不变的传统 今天是祭山对吧 我看刚才他们已经把那个门都搭好了 那个门是用来 祭山 是驱邪的对不对 那为什么到了这里 然后我们就不能进去了 因为这是我们老子都离开了 我们在老子都离开了 你不哭自己 只哭自己是男子的 就是都是咱们村里的男人进去 小小男孩 然后自己的丈夫 然后公公爸爸他们都可以进去 但是女人就不能进去了 是吧 每年都是这样 是 那像这个祭山 每次都跟着过来 然后咱们就站在这个门外头看着 是 您参加了多少次了 这个祭山 年年都参加 年年都参加 先来的几个人 建好了门 村里的其他男人就从门里走进 一族人说的 祭山 其实都是围在他们选定的一棵大树之下祈福 他们通常祈福的内容就是雨水风貌 女人们在外面欢快地等待着 门里的男人们祭山 他们有自己拿手的口弦 吹奏一曲 等待的时间就过得很快了 金红之告诉我们 他们当年谈恋爱都是靠着这个口弦 对 年轻里再度了嘛 胡子姑娘一直再度了嘛 就是拿起香蕉来吹 就是一当一当你就谈恋爱来来 哦 你们当年 你们当年这个谈恋爱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口弦 叫香蕉跟这个男人谈恋爱对不对 是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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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他们跟这些男人们就一直跟你们就一直跟你们就一直跟姑娘们这些姑娘们就装着 我们就谈恋爱就是这么个 哈哈哈哈这个就是小伙子跟我来来送姑娘 哈哈哈 这个都是小伙子送的是吧 嗯嗯 小伙子回来来送送姑娘 哦 那你们现在跟小伙子谈恋爱的话是怎么谈的呀 哎呀 只好只先捏 只要捏 拿手指吹 现在都是拿手指吹 山里空气很好 等待的时候雨竟然又开始下了 这让大家心情都很愉快 男人们之前摘下的树枝在祭拜过之后 都会由长老分发给每个人 他们都会待在身上 拿回家后放在房屋和牲畜的门上 就会保佑平安 每年每个轮回 大家都重复一遍 生活中一直有美好的憧憬 然后不断的变成现实 是件幸福的事情 看到这样的一个长寿村 您是不是会有一种冲动 想往房子的屋顶上爬 据编导说呀 这个城子村之前呢 是一座古城 它的北面还有城门和护城河的遗迹 所以呢 人们叫它城子村 时光流逝 这里的建筑一直保持着它原有的姿态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房子 它一直有阳光照射 邻里挨得很近 生活非常接地气 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石佛村里迎来了热闹事 老人过寿 寿里却是五花八门 这石头怎么能当礼物呢 还有一种礼物 却吓得我们编导差点哭出来 您见过比长寿面还要长的食物吗 下期敬请收看乡土 石佛村里过大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